上传视频的网友爆料称 画面为2021年5月18日 阿尔滨市忽兰区富强村的强拆现场 画面中上百名身穿保安黑衣的强拆队人员 与抗拒的民众爆发激烈肢体冲突 而爆发冲突的原因是由于压低补偿款 养殖户重殖户均不给补偿 独立中文笔会撰稿人旭致意曾经指出 强拆是中国的一大奇怪 也是正在进行的罪恶 周遍世界各地纵横中外历史 没见过由中共政府主导或纵容的 采用各种暴力流氓手段 强拆普通百姓防止的势力 民众被逼无奈必将决地反击 奋起反抗跟你们拼命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